这里面是花生吗 这个是 葵花米 好吃哦 甜辣甜辣的 很好吃 这是那个广式辣肠 广式甜肠 不羞 我这次间一点点的味道都没感觉到 出无羊了吧 Hello 各位 这里是大白 我现在在哲尔根的圣地贵州 然后现在是贵阳的早上 现在去吃一家当地特别出名的早餐 糯米饭 主要它里面还包哲尔根 我决定再挑战一下自己 尝尝正宗的鱼腥草 行不行 你们有多少人能吃鱼腥草 附近那个丁家末米饭在哪里 隔壁 隔壁 简直就是瞎了 刚才这路过 就在这我们真的是无语了 来回走了两遍没看到 我要个十四的全家福的 看一下佐料表什么 鱼腥草 鱼腥草打没 鱼腥草确实就这个不要 其他的都要 这是用小碗 你也带着装了 这是什么 碎燥 这个是什么 土豆 土豆 要切出来 这辣椒油看得好香 肯定香了 这里面是花生吗 这个是 葵花米 葵花米 瓜子 要吗 要要要 还加白糖 好吃 甜辣的 很好吃 这是广式甜肠 广式甜肠 又盖一起了 这一锅大约能卖多久 这两锅是第二锅 第二锅了 一天大约多少锅 三四百锅 三四百锅 这是早上 各个吃 不用了 这点其实对我们山东来说 已经是致死量了 真的说实话 来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糯米饭 跟巴掌一样大 看 然后反过来就是被红油浸泡过的糯米 声音多少有点性感 因为昨天晚上贵州下雨了 太冷了 往开空调了 我这个是没要椒耳根版 但是我还是单独要了一盒 等我们吃到最后 快吃完的时候 我们再加进去挑战一下 因为我上次吃椒耳根是大一的时候 看一下快要溢出来的香肠 里面这个塞的满满的料 这个口感我怎么给你们形容 就是第一口口感和味道 都特别特别的复合 我给你们解析一下 这里面肠脆哨 还有这种泡萝卜 油燃有硬 昨天晚上就吃个洛锅 要了个脆哨炒饭 那个口感真的很棒 我觉得这个脆哨 就特别像我们山东那个油脂炸 脆脆的油香油香 的时候我们那边可能肉块比较大 它这是那种小的 哇 好吃 看这些辣椒 其实这加了很多辣椒 但没有那么的辣 然后辣椒油特别的香 而且炸那个白糖又甜 而且又词味 好吃 好吃 结果它有个问题 就是到最后把它吃到最后 你看它下面 就吃到最后这个米都很酥 没有那么紧了 它就 滴了达达的 有点散 这碗吃完了 来个赵耳根好吧 这碗恐怖就恐怖 在你闻的时候还没什么味儿 我第一次吃赵耳根的时候 是在成都吃锅巴土豆的时候 那是我这辈子 生的最多的一次锅巴土豆 我再来挑战一下好吧 我说不定它是个贵州的正宗一些 看好了 上面真的是很多 这儿 可以 不行 我这次竟然没有吐 你们知道吗 这对于一个美食博主来说 这是我2022年最大的收获 我这次竟然一点点的味道都没感觉到 不如羊了吧 它不对 甜味辣味我都能尝出来 好吃的啊兄弟们 我这期视频拍的真的是很开心 我郑重的跟你们说 我现在已经没有不能吃 这种显得我有点矮 郑重的告诉你们 我现在已经没有不能吃的了 就是这么帅 一顿早饭打开了新世界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 这边折耳根 它没有这么腥的原因 而且真的还可以 而且口感也特别脆 如果你哪个朋友还不能吃这儿根 一定要他像我一样来趟贵州 OK 那这期就这样 祝大家吃麻麻虾 我们下期见 冻死了冻死了 贵州竹这么冷